小鳥 想為精力旺盛的小型鳥打造一個專屬遊戲區 可是家裡空間太小 放不下大型遊戲樹 沒有多餘的空間當鳥房 難道我家鳥堡在籠外 注定只能啃樹櫃和沙發皮了嗎? 來來來 家裡一招超簡單的遊戲區布置法 只要家裡有一面牆 就能輕鬆為小鳥打造遊戲區囉 要準備的有 鳥籠、老虎牆和尖嘴牆 鐵釘或螺絲釘 鐵錘、快接環、沙紙 首先我們要先將鳥籠拆開 當作遊戲區的網片 用老虎牆和尖嘴牆小心的拆開 並剪掉多餘的鐵線 使用鳥籠當網片的優點 1.是平價容易買到 尺寸多 2.是它的龍具適合布置鳥用品 3.是網子比較好拆 DIY新手也能夠駕馭 拆完後再用沙紙修模一下邊緣 才不會刮手喔 拆開之後就像這樣 我們只需要細網的部分 接下來就可以開始釘釘子囉 找一個適合的高度 不要太高喔 不然鳥把爬的太高會讓你抓不到 稍微斜斜的釘會比較穩固 釘好就可以把網片掛上去囉 接下來用快接環來穿接網片 這種快接環在鳥玩具上很常見 也可以在鳥店或無金行買到 這次使用的是二尺的龍子 只要兩個就可以很穩固囉 好了 遊戲區域的地基已經打好囉 接下來就是發揮創意 讓遊戲區域豐富起來吧 一開始可以在這種休憩架打造平台 放在自己胸口的高度當作主要的互動區 從互動區當作基準延伸 做出高低差讓鳥寶攀爬 再來就是連接射線平台 左右的就用墨地當作橋樑 上下的就用叢林鞦韆 地球儀掛兩側讓鳥寶俯看四周 年神器目增加路線豐富度 因為本來就是鳥龍 所以鳥用品都很容易裝上去 動線設計好了就可以掛玩具囉 把玩具掛在動線周圍 大約鳥寶抬頭就能碰到的高度 平台的地方可以掛飼料杯 讓鳥寶在這裡吃吃喝喝 也可以放幾個腳鞭玩具在上面玩 買鳥龍附了底盤就擺在下面 多些紙或尿布墊 盡量不要再放東西會比較好清理唷 再加布置遊戲區也可以這麼簡單 看他們玩得這麼開心 你是不是也越越浴室了呢 現在就開始發揮創意 為鳥寶布置一個專屬遊戲區吧